好同学 我们现在要开始今天的课程 这个是配色分析作业教学 那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大概像是现在这个样子 就是一张海报 然后呢 有它的颜色的分析 那对应到摄像环的分析 跟它在这个海报里面 你认为的颜色 它的那个占比 就是最多的 第二多的 第三多的 第四多的 那我们要怎么做这个东西 你会需要使用到Photoshop 那我们从头开始讲 就是说你第一个你需要到 先搜一个 先搜寻一张图片 那我个人建议 我个人是建议你用这个电影海报 因为电影海报基本上 他们都是经过设计的 而且都是设计的算是很好的 的一种的一种影像 那如果你从电影海报来搜 来学习这个配色 来去练习你的这个认知 对颜色的认知 那的确是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好 那你如果要搜的话 你当然可以搜那个中文 就是电影海报 那英文的话 你就可以搜就是Movie Movie Poster 也是电影海报 那我们刚刚从这边看 我就是我这边有写Best 20plus Movie Poster Idea 那看起来这个好像是有人整理过的 他认为最好的海报 前20年 那可是看起来这个没有问题 就是你可以找任何的图片 但是我们对于颜色的 我们希望就是来做这个颜色的分析 我这看起来都是用画的 他并不是原图 我把它关掉 那我随便找一张我喜欢的 比如说这艾蜜莉的异想事件 这个图片 这部电影其实很久以前 但是很有名 那你可以这样子 就是刚刚我们按的是 查看图片 然后他打开了一张图片 我们按右键 滑鼠的右键 然后选择复制图片 那到你的Photoshop 那我们在这边 我们新增一个档案 新开一个档案 然后因为刚刚有复制了 所以他的尺寸 就已经建立在这里面 那我们就按这个剪贴簿 确认 然后建立 然后编辑贴上 请注意这个快键 Ctrl V 所以你可以按Ctrl V 就直接贴上 然后呢 Photoshop如果你不是很熟的话 我们大概会用到的工具 其实都在这里面 但是有一些一点点的快键 比如说像按空白键 它的那个 它的游标就会变成一个小手 那理论上你就是可以去移动它 但是所谓的移动是 比如说 我们这样看 就是我按空白键 然后这样移动 就是当它的那个原始尺寸 你把它放大的时候 就是当那个图片的尺寸大于 大于你现在显示的尺寸的时候 你就可以按空白键 然后去移动它 但是这样的移动 并不是真的说真的移动它 只是说我们移动它的视觉范围 然后如果你按这个 这一个快键 这个叫选取工具 或者叫移动工具 那它后面有一个跨号V的意思 就是说当我选择它 我拉它 那我就可以去移动这个图层 那Photoshop2017年CC版 它的特色就是你按哪里 它图层就是选到哪里 就是可以直接的去做这个调整 然后Z就是这个放大键 这个就是要在我们放大缩小的时候使用 你直接点一下它就放大 点滑鼠左键它就放大 然后你如果按着alt不放 然后它就缩小 你也可以用拖曳的 按着不放去放大缩小 好 我们现在用这张图片 来开始去做我们的这个题目 就是去分析你的颜色分析 那好 我们现在有了一张海报 贴上去了 那我现在要开始去调整我这一个档案的尺寸 因为现在这一张是满板的状态 所以我要去调整它的尺寸 那我的这个快件是C 你用ABC的C的裁切工具 那我们就可以去把它稍微拉大一点 拉大一点 拉出一些空间出来 比如说我这样看 大概是超波降 三分之一 多拉了三分之一的形状出来 这个时候你可以按Enter 或者滑鼠点两下 那它就确认好了 好 那我习惯性的我会按V 就是回到选取的那个状态 那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要去做这个色彩分析 不过 没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这样看 我们可以复制一个图层 然后去做它这个颜色的一些 就是来做一些处理 为什么要复制图层 可能是因为我不想要掩盖原图 那不想要动到这个原来的这一张图片 所以我可以按Ctrl J 或者是图层的复制图层 那我们复制一层 它这边就是多了一层拷贝 那你同样的你可以按Ctrl J 它一样的就是图层一拷贝 这是会做出来 那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做那个滤镜 那滤镜常用的方式是这样 可以用这个像素的结晶化 那我们让它这个影像开始变得一点 有一点模糊 其实就是让它的那个色块 让它可以展现出一些色块出来 然后我们就确认 那这样子的做法 其实是为了让原来的这个图片 因为很细致 那我们选择这个图片的时候 就是它可以把这个色块放大一点 那方便我们做这个练习 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色块 还不是很满意的话 你可以按滤镜 然后模糊 那我习惯使用的是这个高石模糊 那你一样可以去调整它的强度 这边就看得到 那看起来好像是有景深的感觉 那我们顺便把那个原本这个色块之间的那个份颜 边界稍微把它模糊一点 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更多的色块 那所以我现在就可以开始来做我们今天的作业 那就是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好 那这个部分 我们就按这个选取工具 举行选取工具 它的块键是M 你可以按右键 去看它有没有 它有 每一个只要是旁边有一个那个小箭头的 每一个你都可以按右键 然后去选择说你要换哪一个形状的工具 那你也可以不只是右键 长按不放 它也会出现这个选单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用这个举行选取 画面工具 然后我现在一个空白的地方 我把它画一层 画一个范围出来 那这个范围就是我认为这一个海报里面 占比最多的色调 那你可以点选那个 滴管工具 就是这一个 那它的块键是i I love you 的i 那点一下 那我比如说把这个绿色 因为看起来它背景的绿色占比非常的高 所以我就选择 选好这个绿色 然后大家记得就是这个绿色 因为它其实有一些渐层 所以你点的任何一个位置 如果有移动的话 其实都有一些些的差异 那没关系 但是我们就是抓好它的主色调就好了 然后开始填色 然后开始填色 填色你可以用油漆桶工具 需要 我们在填色之前 如果我现在填的话 我点上去 就是它就填满了 可是它是跟着这个我刚刚复制的这一个图层 那我不希望这样 所以 Ctrl-Alt-Z 就是 就是那个还原 Ctrl-Alt-Z 你可以还原很多步骤 我现在新增一个图层 然后再把这个油漆桶 油漆桶工具把它填上去 你可以点一下 它就填上去了 或者你也可以按着快键 就是Alt-Backspace 如果你不知道位置在哪的话 我现在找一些 Backspace 图片 那我们看这张图 就是你就是要按着Alt 这叫Alt 然后Backspace 那你就可以去给它填色 填满 然后按Ctrl-D ABCD的D Ctrl-D Ctrl就是这个Ctrl 然后Ctrl-D 我们就Ctrl-D 就是取消全取 然后 再来我们要复制第二层 就像这样子一样 就一层一层摆下来 就是第二层 就是我认为它占区域最广泛的 第二个涂层 第二个颜色 那我这时候我可以 一样我可以复制一个涂层 涂层 复制涂层 然后呢 确定然后把它往下拉 那它现在是第二个 又或者我可以按着Alt Alt就是这一个 Alt Alt 这边有一个Alt 那我们按着Alt 按着这个涂层 然后往下拉 那它一样 它也会复制一个涂层 那对于这个涂层呢 我要给它填色 我要给它填的是 我现在看到 我认为应该第二个广泛区域的 应该是黑色 应该是黑色 那所以我就是一样按这个Io 就是滴管工具 然后选择它的头 因为它的头是黑色 那我这个时候如果直接按Alt Backspace 直接填色的话 它会变这样 就是全部填满黑色 那这不是我要的 所以我要按一下这个 锁定这边的第一格 第一格东西 它就是 它的意思就是我只填上 我如果要做任何的更动 会略过所有透明的背景 所以我就变成只针对这一块更动 我们就按Alt Backspace 倒退键 那你就看到黑色填满 好 我认为绿色非常多 黑色它是其次的 所以我希望让它这个占比 就是说它颜色的占比稍微低一点 让它稍微缩小一点 那所以我可以用这个编辑 任意变形Ctrl T 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去稍微做一下调整 它的那个颜色的比例 好 那把它缩好 缩到一定的程度 你一样可以按上下左右 去调整它那个图层的位置 好 那我们再做第三层 第三层呢 我认为它的颜色多的应该是皮肤的颜色吧 好了 然后 所以我点一下 我按I 按I 液管工具 然后点一下它的皮肤 然后呢 Backspace Alt按整 再按Backspace 那它就把这个身体的颜色填上去了 那我认为它的占比 可能比黑色还要再少一点 所以我稍微再往上拉一点 Ctrl T 就是你可以去变换这个比例 然后呢 然后呢 再第四个 我们的作业呢 基本上就是五个颜色就够了 就是你不用弄太多 那第五个颜色 我当然认为是它的这个红色的衣服 虽然它下面都几乎黑掉了 但是 红色仍然是一个很 很抢眼的颜色 那我把它填上去 然后呢 它的占比呢 又更少了一点 那最后第五个颜色 就是它的标题 这个标题是黄色 所以我们把它填上去 然后呢 再把它缩小一点 好 那一二三四五 这样五个颜色我们就做出来 那我们这边呢 还会放一个 就是一个摄像环 如果你手边没有摄像环的话呢 其实你随便去 网路上搜寻 你搜这个叫 Color whd Colorfuel 就是摄像环 那 你可以看图片 你会看到很多 像这种东西 就是我们想要用的 那 如果你搜中文的话呢 摄像环 那一样它也有这些东西 那你可以选择它是 我觉得像这样子的图片呢 其实是蛮适合的 可是我不要那么多颜色 我只要12色 12色像这样子的摄像环 那可是这张图片呢 它是有被放狐蛇印的 那我觉得不好 所以我们再找 好我找到了 就是大概像这样子的图片 那我们就一样查看图片 然后右键 布置图片 然后我们到 回到WhatsApp把它贴上 编辑贴上 因为这档案看起来这图很大 所以我们一样按Ctrl T 去做一下它的缩放 我这个时候会缩放的时候 我手会按着lt跟shift 我按shift的用意是让它的缩放 是维持等比例的 按着lt它会用原心来做缩放 所以我们这样看 就是我按着lt 按着shift 它就会以原心为中心来做缩放 然后把它放到你大概要的位置 我们把它大概缩一点 那旁边的字怎么办呢 我们待会就来去消除它 先确认好大概的位置 ok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要把旁边外面的那些文字 把它删掉 你可以按这个图形选取工具 我们用圆形的工具 然后我按在这个圆形这个地方 按着alt 按滑鼠的左键按alt 然后再按shift 它就会维持一个等比例的 圆形的选取区块 我把它 因为要稍微细致一点 我把它选取起来 然后我按这个 这个东西 这个叫做涂层色遮片 这是一种方法 我们先做一次 它旁边的那些文字 就被它遮掉 还有一种方法 Ctrl Z 我先回复来 然后按一样 就是刚刚我们有用到的Ctrl J 复制图层 或者说 你就按Ctrl J 然后它就会多一层出来 然后把后面的关掉 这一层它就是完完整整的一个摄像环 好 我把它的位置稍微移动一下 就是移动到我身为适合的位置 这个时候 我们刚刚圆图 我就可以把它删掉 按着不放拉到垃圾桶旁 垃圾桶的icon 就把它删掉 好 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 把它颜色的对应把它找出来 我们刚刚已经分析出来 它有绿色 它有红色 有黄色 所以我们这时候选这个 多边形套索工具 L 快键是L 然后开始去选择它 因为你这样按可能不是很方便 所以我们把它放大一点 然后我们这样来选 它的效果会比较好 所以我确认它有红色 所以我把红色画进来 然后我确认它的背景有绿色 所以我把绿色画进来 然后而且我还确认它 因为它文字有黄色 所以我把黄色也画进来 这个其实这样的做法 就很像是拿剪刀剪纸的感觉 然后记得要头尾相连 它的icon上面会有一个 云圈圈的形状会跑出来 那就表示它头尾相连 然后确认 点好以后它就全部一起选 选好以后 我们继续用刚刚说的复制图层法 就是Ctrl J 然后就多了一层 就是这一层 就是我们刚刚把它复制出来的 我们背景的这个摄像环 我们仍然要把它保存下来 所以按这个不透明度 我们把它拉到大概20%左右 你可以直接用这样按 你也可以就是按那个数字键 你直接按2 它就是20% 按0 按100 100就是100% 然后如果我按2的话 它就是20% OK 你现在基本上的作业已经完成 再来 你就是要填上你的学号姓名 所以比如说我们是106 全年度 然后123456 不知道 每个人学号不一样 然后你的名字 这是第几周 这是第几周 比如说 week 02 然后再加上日期 今天是2017年9月27日 这个字很大 你一样你可以用Ctrl T 去把它做一点点 按着Shift不放 你就可以去做一点点的缩法 所以 再按T 我们再来调整一下这个 如果你想要对这个文字上色的话 也没有问题 就是你可以点选任何你想要的颜色 你也可以按色票 选择你要的颜色 然后一样按着刚刚的填色法 ALT Backspace 文字的颜色就改变 OK 这就是我们本学期 上我课的同学们 你们每一周都要做的作业 好 最后还有这一个 就是我们原图 其实我要把原图秀出来 我不是要这个处理过的图片 所以我把它弄回来 我把它眼睛按掉 就是基本上它就消失了 好 然后记得存档存存 除了原本的档案要储存之外 你还要另存新档 那另存新档呢 我们把它做成这个JPG 然后存好以后 你就可以传上去 就是传到我们的班王里面 那我们就 你的作业就算完成了 好 这就是今天的教学 希望同学这个学期 我们可以一起共同的成长 我是郭荣 谢谢大家 拜拜